前几天上入南沙群岛南薰礁和赤瓜礁12海里的 美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 被中国驱逐舰抵近到41米的距离逼迫其转弯离开 一向心高气傲的美国人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尽管防长满口和中国军队的关系没有恶化 大放煙雾弹 但一套反制报复行动已经在美军内部开始酝酿怼 美国又要来找茬了 10月3日美国官员对美媒套路 在下个月美国海军将会在全球多的展开 针对中国的行动展示其在多个前线 对抗多个潜在甲降敌的能力 其中美太平洋舰队会在这次行动中打头阵 将派遣战机军舰穿越南海和中国东南部某海峡 宣示自由航行权 并且还将在中国附近的海域进行 一系列的军事演习 目前该计划已较由美防长和美参联会主席审批 据美官员的说法 审批和讨论的重点是此计划有可能引起的外交摩擦 美国消息人士表示 该计划有可能需要调动美海军在其他防区的军力 有可能会导致中东地区军力亏空 这也是美决策层对该计划讨论的重点之一 但如计划审批通过 美军此次环球军演的范围有可能还要扩大 到南美和俄罗斯附近 因为中国在这些地方有投资 美军在这两个月里动作不断 先有B-52轰炸机四天内三次穿越中国海域 再有驱逐舰擅入南海岛交附近领海 我国对美军的频繁挑逝已屡次做出外交回应 不过美军似乎没有任何悔改之意 面对毫无自知之明的美军 我军自然也已做好了亮剑的准备 根据始终关注对岸动向的台湾防务部门的消息 今年中国东南战区的战机 从130余架增加到400余架 暴增三倍多 东南战区的长剑已旧魔力 希望美国及其挥下某些势力 不要逼这柄长剑出窍 全市都没有翼翼的 遇见了 接着 第一 架子 欺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